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这篇是补充我们上周日在世界直播大灾问中 因为谈到了中美2加2的会谈 时间不够,所没有提到的疫情部分 今天老师还是想要把它补充一下 那么说到疫情 我们就不能不看到美洲的金榜 这个金榜 各位都可以从我们美洲的疫情周报中看到的起伏 但是整体的趋势还是符合我们去年针对疫情的预测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排行榜 我们这个排行榜是以单日每一天 单日感染病例数作为排列的顺序 首先第一名就是蝉联冠军的巴西 巴西本周单日最高染疫人数达到了9万人 这个数字真的是十分的惊人 在上个月我们看到巴西也不过单日才5万多 也是很多了 但是隔不到一个月巴西就暴增7成以上的病例 这样子是令人非常的忧心的 但是巴西现在一改特朗普时期的做法 不再跟随美国去排斥了中国的疫苗 现在正在大力的感谢中国疫苗对巴西的帮助 所以说也在大力购买中国疫苗 但是主要国内的疫情已经难以控制了 美国过去跟他们讲的都是一些仁义道德 你要跟我站在一起我们抵抗中国 但是疫苗也就是都不给了巴西 一计不让 所以巴西现在的政局也是有点转向 但是其实真结点还是在于哪里 还是在于防疫措施而不是在于疫苗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除了他的染疫是世界冠军之外 巴西现在每一天因新冠病毒而往生的 已经达到了2000多人了 那么第二名是谁?第二名是印度 印度单日新增的病例达到了4万6000人以上 等于是上个月的翻倍 各位记得吗? 上周老师在直播中爆疫情的时候 有预测到这个印度的数据 等于长期来看怎么有点复制贴上的感觉 这种感觉好像不是很透明的状况 那么应该是会在日后暴增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也是往上飙升了 印度的问题恐怕是未来即巴西之后 下一个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的世界冠军了 而且大概老师现在目前的预测 大概两三年之内 印度都难以摆脱这个新冠疫情的泥沼 为什么? 因为现在印度虽然有施打疫苗 他们的自己的疫苗 但是以人口比例来说 几乎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每一天印度施打多少疫苗 不过46万剂 但是印度有多少人口 那十几亿的人口 你每天46万剂 是能够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呢? 所以印度要脱离这个疫情 他只能唯一仰仗是谁? 唯一能够只有中国可以帮上忙 但是中印之间现在已经撕破脸了 所以说只能看印度自己是不是可以咬牙的撑下去了 如果没有撕破脸 那么中国可以提供的物资跟他的疫苗 肯定是可以让印度获得很好的缓解 而第三名是美国 美国本周平均的单日染疫人数 是在5万5千人上下 这个数字在排回 这个数字应该会在4月的时候降到5万以下 但是真正要降低的速度 已经不会像过去这么样的快了 因为美国现在很多的州 已经改变了拜登政府的政策 直接宣布了什么百分之百的解禁 包含什么地方?包含迈阿密等地区 都还怎么样 都还是在出现了报复性的旅游潮 各地真是夜夜升歌 即使警察紧急做宵禁 要驱离这些游客 让他们赶快散开 但是他们还是死都不退 到最后多夸张的状况之下 为了让这些游客可以散去 警方还不得不祭出催泪瓦斯 催泪弹来让他们来散去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不做死你就不会死 什么瘟疫都挡不住美国的自由跟民主 但美国疫苗施打的速度 也是同样是世界上最快 数量也是最多 毕竟全世界的疫苗大半都在美国的国家内了 美国单日疫苗的施打数目 已经高达300万 然后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那么第四名是德国 德国疫情已经开始奔放了起来 原本的解封 预测可能到这个月底就要解封了 但是他可能要继续延长 因为他的单日新增的病例数 最高已经来到了28000人 这个数字让德国政府非常的煎熬 因为为什么 原本是在1万以下已经控制出了疫情 因为什么 因为德国百姓的防疫疲惫已经受不了了 我一定要出去好好的去happy happy一下 所以是说就开始没有做好这么好的防疫 导致疫情又卷土重来的压力 但是毕竟德国他是可以进口到疫苗的 所以会不会真正达到说失控的状况 其实尚在未定之天 老师认为德国应该还是可以控制住的 第五名是波兰 整体的单日染疫数目飙升到了2万1000人 这个数字真的很足够让波兰的政府喝一壶了 波兰他现在疫苗施打率仅有4.6个百分比 非常非常的低 整体来说波兰的局势现在是走向比较危急的范围之内 第六名是土耳其 单日新增的病例也上升至2万例了 但是以人口比例来说 土耳其的人口是高达了8200万人 所以说按比例来说 他其实是比其他地方还要好很多的了 不过他人数还是这么多 还是需要注意一下他的疫情的 有没有再次的扩散 第七名是谁 第七名是意大利 意大利恢复到去年的差不多的水准 也就怎么样 单日新增病例也恢复到了2万人以上 以意大利的人口只有6000万人来说 这个数字真的不容小觑 在意大利的朋友要多注意自己的防疫措施 第八名是秘鲁 单日新增病例为1万5000人 整体也是向上攀升的态势 第九名是乌克兰 单日新增为1万1000多人 第十名是谁 第十名是匈牙利单日新增病例为1万人上下 在这个区间上下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疫情金榜的前十名 这个金榜是以单日新增病例数为排列 并以这些数字是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 从这个金榜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大部分的疫情都聚集在欧洲以及美洲 除了印度以外其他地方疫情都受到了比较妥善的控制 虽然其他国家也有升温的趋势 但是整体的单日染疫人数 还是以欧美为主 单日染疫人数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说他们的国家国境内 单日的新增病例 如果是在数千人甚至有几百人 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济是可以比较维持的 但是你一旦破万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前十名几乎都破万的 破万的地区 你让他经济可以恢复 这个其实是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例如什么 例如俄罗斯单日新增病例已经降到9000多人 未来往下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毕竟俄罗斯他没有自己的疫苗 菲律宾7700多人 但是这个比较特别 他是一个往上飙升的态势 伊朗7200人 荷兰也将近7000人 荷兰 英国就好一点了 英国透过他们现在的首相强生 美日的新增病例仅有5300例 但是他们的人口数也是比较少的 说5300例还算很多 印尼为4300例 也是属于向上趋势 加拿大为3800例 马来西亚不错 马来西亚如预期般的 他已经完成了下降通道 到日新增只有1300例 日本约1100例 这个数字还有在观察一下 毕竟现在怎么样 日本现在的一都三线 已经开始准备要解禁了 又要筹备了奥运 所以说这个染疫人数可能还会有一点反复的状况 这个要特别注意 在日本的朋友要特别小心 而在南非病毒的南非现在的染疫人数 已经降到仅有1000例 之前在热的时候 南非病毒在热的时候 每一天是有3万例 他现在只剩下1000例 南韩越到450例上下 但是这个也是有点复制贴上的感觉 所以是说南韩未来的病例 有没有可能突然的出现一个大群聚 这个几率是比较高的 新加坡只剩下12 澳洲也只剩下10 这些都是维持不错的国家地区 所以整体来看 防疫成功与否 其实跟疫苗没有太大的关联 世界上的疫苗 大部分都聚集在欧洲以及美洲地区 就美国 他们掌握了世界上至少70%以上的疫苗 但是他们也是全世界前10大染疫人口最多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疫苗有没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疫苗没有太大的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 都在于他们的社会风气 他们的文化 是这个瘟疫能否在当地控制住的一个关键 一个庞大的文明古国印度 他的染疫人数 居然不比人口只有2亿的巴西 巴西人口多少 巴西的人口也只有印度的六分之一 但是单日的新增病例数却是印度的三倍 这里面就看到一个问题 当地政府的领导人是不是有这种急功近利的施政模式 百姓的教育是不是过于追求个人 而没有与环境共好共存 日本之所以能够快速的压制他这个疫情的奔放 这是因为日本人心中有社会 我是社会中的一分子 所以说我必须在自我跟社会环境之中找出一个平衡点 所以日本的上班族他依然去上班族 风雨无阻你知道吗 但是防疫还是尽可能的防疫 日本有没有打疫苗 日本也有打疫苗 但是目前的纪录上统计 日本总共施打的疫苗只有多少 只有50多万剂 基本上也没有办法用这个数量达成群体免疫 所以说他防疫功效并没有这么好 整体的防疫成果 日本还是基于在国民的防疫的意识 以及社会意识的完整 所以无论日本韩国还是万恶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 百姓的防疫意识很强大 这个是很重要的地方 你自己喜不喜欢这个防疫措施是不重要的 你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这才是很重要的 当然了 在刚才讲到有中国的中国可能不尽然是这样了 为什么 因为中国毕竟还是加上了 无论你喜不喜欢你都得戴口罩跟防疫 如果不配合 那也不用你道德劝说了 直接把你送进隔离所 让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所以说政治力也是很重要 除了百姓的自动自发 政治的强势度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疫情的发展 主要还是在于人类自己的忧患意识够不够 是不是能够达到只想到自己 达到自己想要的享乐目标 还是我为了整个环境 为了我的家庭 为了我的社会 我要做好防围杜鉴的社会防火枪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而未来的疫情发展 目前看来也似乎不像2020年底 许多所谓的大师或是预言家所说的那样 世界人民流于半 这么可怕的瘟疫 整体上来说 还是走向一个比较良好 而且渐渐稳定的局面 说的比较实在 现在的疫苗窘境都在都会在什么 但美国施打疫苗结束之后 美国必然会把疫苗放出来做人情 然后顺便捞一点本回来 因为他买了这么多用不完 现在卖给你们 低价卖给你们收回点成本 然后用来做什么 显示他是世界领导人的身份 所以基本上还是预计在6月的时候 疫苗会大量的普及在世界各地 这老是并没有更改 尤其是欧洲地区会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施打 美国目前他现在如果单日都可以打到 每日可以有300万的接种数量 这个数量如果放到欧洲世界各国的 政府里面 那么他们打起来的数字可能还可以更多 因为欧洲总人口只有多少呢 欧洲总人口他大概只有7点多亿 大概7.5到7.6亿左右 事实上是不多的 基本上如果用这些疫苗能够来控制 也是会非常快速的 毕竟他们不是单一政府 他是很多个国家的政府组合起来的欧盟 所以说每一个国家各自去施打 可能速度上不见得会比美国慢 只是现在的疫苗数量没有美国这么多而已 但是还有一件事要考虑到什么地方了 这个还是要考虑到 这个欧洲的大佬爷们 他愿不愿意去打疫苗 这个也是一个困难点 在很多时候 不是欧洲政府没有提供给当地的百姓疫苗 也不是说他到底足不足够 而是这些欧盟的大佬爷们 我大小姐大少奶奶的这些人 他们都抱持的别人有打 我就安全的心态 所以说他们自己都看别的谁先去打 就感谢他他去打就好了 我就不用去挨针了 所以说这种唯我独尊的所谓的人权的心态 会导致现在欧洲 跟美国疫情难以控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癥结点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补充一下本周的疫情主题 关于中美会谈之后的问题 我们也会在周日继续跟大家深入的讨论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